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斐波那契在算法中的应用 也就是它的优选法有什么用处 我们都知道 其实在对于一些函数 或者说一些的序列取值时 我们经常要找到最优的那一个 而有一些函数呢 它们就有一些特殊的性质 比如说有些函数它具有单峰性 也就是它本身就是一个上升又下降 只有这一个单独的高峰或者低峰 我们称之为是一种具有单峰函数性质 那么我们就问了 在这样一个单峰函数的一个取值区间内 怎么能够找到它的极值呢 其实一个简单的方法 比如说我们就拿这样一个突的函数来看 我们想要找到极值点在哪里 很简单 对我会说不停地去试啊 那怎么去试才比较高效呢 比如说在这里 因为它具有单峰性质 所以呢距离极值点越近 那么离极值越接近 离得越远 那么它有可能会越来偏离极值点 利用这样的性质 我们可以用三分法来进行求解 比如说这样的一个取值区间内 我们呢 把它分成了三等分 在三等分点上 我们分别取一个测试点 然后去测试相应的取值是什么 如果这两个取值它们的最终得按不一样 会有什么样的错过呢 比如说我们这个函数被称为fx 我们现在取值点是在a到b之间 中间取了x1和x2 如果说fx1比fx2要大的话 我们现在要找一个极大值 那意味着既然说它那边已经低了 fx2已经低了 它的右侧相对来说比fx2更低 那没有希望取得极值啊 我们就可以把那部分删掉 因此通过这样三分法 我们做一次就可以删掉三分之一的空间 那么下一步呢 我们如果说x1比x2大的话 这时候我们去掉的区间是x2部分 如果说正好相反 x1这边小而x2大的话 那么我们去掉的是x1左边的部分 如果它们俩相等呢 如果它们俩相等 意味着它们两边的都不会达到极值 因此呢相当于把两边都去掉 在这样的规则下 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逐渐利用三分法 把我们寻找的区间逐步逼近到极值 但是就会有一个问题 每次做三分法的时候 我们都需要把它分成三份 其中会对两个测试点进行测试 那这时候就会看了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在这样一个函数中 如果对应的x1是小于x2的 那么我们会去掉什么呢 如果x1小于x2 x1部分就会去掉 我们留下的区间实际上是x1到b 在这个区间内 我们还会再取两个点分别进行测试 这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比如说在第一次测试的时候 我们测了x1点和x2点 我们将x1左边去掉以后 留下了x1到b的区间 那这时候前一次测试有一个测试点 还落在我当前要测试的里面 这个测试点如果用三分法的话 我们就基本上把它扔掉了 那有没有可能把这个点还带着 那么下一步我们再错的时候 只需要再测一个新的测试点 而这个x2点被复用 我们就把我们的测试次数呢 大大的降低了 根据这样的一个思想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 假如我们的可行区间正好在0到1之间 这时候我们不再简单就用三分了 我们呢用一个x比例 比如说在0到1之间 我们取x和1减x两个点 这两个测试点肯定是落于0到1之间 因为这时候x是小于1大于0的 那么这时候我们如果已经发现了 比如说x这个点它的值更小 那我们会保留哪部分呢 我们会保留0到x部分 下一步在0到x这个部分呢 我们接着再去乘x 它就变成了x平方再乘以 1减xx 它们落在的区间是在0到x之间 但是刚才在这个区间内 有个1减x我们已经用过了 所以我们就想 是不是有可能这个1减x 刚好等于下一个将要测试的点呢 那么有没有可能 1减x就等于x平方呢 这时候我们求解一下 x平方加x减1等0 我们算出来x的一个取值就是2分之根号5减1 这个值是什么 刚好是黄金分割点 也就是0.618 有了这样一个思路以后 我们来看在0到1之间 我们用这种0.618法 该怎么去测试 这时候呢 第一步我选择的点是0.618和1减去0.618 刚好就是这个0.382这个位置 那么在这个两个测试之后 我发现 0.618之后的这个区间偏小 我已经可以把它舍去了 剩下的区间变成了从0到0.618 在这个区间内 我再继续乘以0.618 得到的是下一个测试点 刚好是0.618再乘以0.618 这个值刚好等于前面测试过的0.382点 我们来分析一下 利用0.618法怎么进行优选 这时候第一步 我们在0到1区间取了两个点 一个点是0.382 一个是0.618 如果说0.618向右侧的所有的点偏小的话 那么留下的区间就是0到0.618 在它们中间 我们再继续乘以0.618 下一个测试点呢 是0.236和0.382 可以看到 0.382在第一次测试中已经测出来的 所以下一次我只要再做一次新的测试 也就是在0.236点 做就可以了 接着往下呢 我们如果又是右侧的偏小的话 接着往下 我们还要继续乘以0.618 得到的是0.146和0.236 同样0.236点上次可以做过 所以我们会发现 在进行N次的测试中 我们实际上所有的测试点只需要N加1次 这就是0.618法 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测试点的减少 而同时大家会觉得 0.618要做测试点相乘 对于离散的点来说 并不适用 所以斐波纳七实际上是我们的解决之道 但是大家就会觉得 0.618法总是在进行测试点相乘 其实它的精度误差呢会很复杂 而且呢 对于离散的点 我们觉得0.618法 怎么相乘总会有误差 似乎并不适用 这时候提醒大家就会想到了 斐波纳七实际上和0.618有着密切的关系 所以对于处理离散的点的时候 我们经常使用的是斐波纳七方法 比如说对于从0到1这样区间 我们把所有的离散点归结起来 正好也许就能凑逐 正好是Fn个点 那么从0一直到Fn 我们同样在这区间里选两个点 第一个点是Fn-2 第二个点是Fn-1 在这个两个点中进行测试 这时候就会有两种情况发生 我们考虑 比如说如果是正好是Fn-2这一段偏小的话 那我们将会留下Fn-2到Fn区间 那么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呢 在Fn-2到Fn区间 我们照样重新编号 从0开始往后取取取 取到下一个Fn-1和Fn-2的位置 这时候n实际上比刚才那个n要偏小一个 那这时候我们会发现什么 实际上留下的部分应该有多少个点呢 Fn-2刚好等于Fn-1点 所以这时候我们留下的所有测试点 刚好是Fn-1个点 Fn-1个点再接着往下 可以去取后面的Fn-3和Fn-2 所以这时候我们会看到 在这个Fn-2这个点 原来有个其实点位置是Fn-2 所以Fn-2加上Fn-2变成了2倍的Fn-2 而原来那个点是Fn-3 这时候我们再累加一个Fn-2的话 它就正好变成了Fn-1 而Fn-1在刚才的测试点中已经测过了 所以我们会发现 下一步进行测试的时候 仍然可以省一个测试点 我们分析了其中的一种情况 下面来分析另外一个情况 比如说对应的这样一个区间0到Fn 我们是Fn-1的右侧偏小 那这个时候我们留下的区间 刚好是从0到Fn-1 这Fn-1个点 这Fn-1的点再依次往前 按照菲波纳契数去取 当然自然取到的呢 就是Fn-2和Fn-3 Fn-2在第一步我们已经测出来了 这时候我们只需要再测一个Fn-3就可以了 所以根据菲波纳契的它的性质 我们会发现同样 我们要进行N次测试的话 其实我们只要每次进行 求一个新的测试点 就可以得到极致点所在 当然还会有些情况 同学说了 我未必能够凑到正好Fn个数啊 其实没有关系啊 你只要在后面加入刚个虚点 让它变成正好是Fn个数 那么其他的测试和原来就是一模一样 只是那些虚点 你不需要认真地去做 求他的极致了 我现在的测试点我可以带到这个测试点 我现在就在这一步的测试点 我现在就在这一步的测试点